每年的5月17日是世界高血压联盟唱到的世界高血压日 近几年的主题一直是最简单的话题 知晓你的血压 为什么这个权威的高血压学术组织坚持最简单的话题不动摇 是出必有因 知晓血压是高血压诊断和管理的基础中的基础 不知晓血压一切都无从谈起 可怜的知晓率 如何知晓你的血压 可能你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血压高低不就是测量一下血压吗 那再看一下一下几个问题 1.用什么测量呢 电子血压诊还是传统水银柱血压诊 2.什么时候测量 早上还是晚上 用什么讲究吗 测几次好 3.测量哪 上肢还是下肢 左手还是右手 手腕还是手部 4.什么品位 作者还是躺着 5.测量是胳膊要不要和心脏在同一水平 血压也要不要和心脏在同一水平 6.什么是家族血压监测 7.什么是动态血压监测 是不是有点发懵 解脱时间一 知晓血压的方法 血压指的是动脉内的血液对血管测病的压力 一类方法是直接测压法 是有创造 直接把压力导管放置到相应的动脉内 此方法不常应用 第二类方法是间接测压法 通过指甲不同压力阻断和恢复动脉血流 另一用精准或感知动脉搏动强度来测量血压 我们这场引用的绝大多数都是间接测压法 根据在不同环境下测量的血压结果 可以再分为整式血压 家庭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 2.哪种测量血压的方法好了 3.如何进行整式血压测量 1.选择不合剂量标准的水炎柱血压剂 或者经过全微机构验证的电子血压剂 2.使用大小合适的气囊袖袋 气囊至少应包裹80%上币 大多数成年人的并为25厘米到35厘米 可使用气囊长22厘米到26厘米 宽12厘米的标准规格袖袋 肥胖者或并为大者应使用大规格气囊袖袋 儿童或并为过小的成年人应使用小规格气囊袖袋 30分钟内禁止吸烟或饮咖啡 台空堂光 4.受试者取作位 最好做抗杯仪 落入上壁 上壁与心脏处在同一水平 特殊情况下可以取位或占力位 首次就诊时您测量左 用上壁血压 以后通常测量较高读书一侧的上壁血压 健康人两上只的血压可不相等 左右两侧血压相差10到20毫米拱住 一般是右侧高 左侧低 5.首次就诊你需要测量双侧下肢血压 一般说来下肢血压略高于上肢血压 20.40毫米拱住 至少不低于上肢血压 老年人 藏鸟病患者 即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情况者 您加测力位血压 力位血压 您在卧位改为力位后一分钟 三分钟和五分钟时测量 一般认为由卧位到站立时 收索压下降20毫米拱住 和或收张压下降10毫米拱住 可出现低血压症状 为体位性低血压 6.将袖带紧贴附在被测者的上壁 袖带的下缘运在轴腕上2厘米3厘米处 将凭诊气探头至于弓动脉搏洞处 使其脑内压力达到摇动脉搏洞消失后 再升高30毫米拱住 然后以恒定的速率 2.用毫米拱住每F 缓慢放弃 心律缓慢着 放弃速率应更满些 获得输胶压读数后 快速放弃指令 8.在放弃过程中 仔细听取科士音 观察科士音第一十项 第一颗币微十项 小时因水炎珠突免的垂直高度 收缩压读数取科士音第一十项 书张压读数取科士音第一十项 12岁 以下儿童 妊娠妇女 严重贫险 假状险功能抗尽 主动慢半弯 并不前提科士音不消失者 可以科士音第四十项 便因为书张压 9.应相隔离的2分钟 重复测量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记录 如果收缩压或收张压的两次读数 相差5毫米共柱以上 应再次测量取三次读数的平均值记录 10.使用水音助血压计 测压度取血压数值时 末位数值只能完领 2.4.6.8.不能出现1.3.5.7.9 并应注意避免莫位数偏好 诊时血压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是诊时血压 由医护人员在诊室 按统一规范进行测量而得的 数据更为可靠 缺点是为偶测血压 其结果不可避免的具有偶然性 不能完全代表全天和更长时间的血压状态 不能减出白大一性高血压和眼力性高血压 4.什么是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指的是应用动态血压监测仪 一定的间隔时间自动测量血压 通常白天间隔为15或20分钟 晚上间隔为30分钟 这样就可以完整地反应患者 在日常的一天里血压的变化情况 这里有两个重点 一是日常生活状态 动态血压监测一天 并不要求患者整天处于安静休息状态 只要求在测压的时候保持静止状态 暗示整天的数据 缺点主要是要花费一定的经济备用 基层医疗机构可能没有苦级 一天频繁测压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 另外记住其判断标准也与整室血压不同 我国2015年通过的动态血压监测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界定的 诊断标准为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等于138毫米拱柱 百间大于等于135-85毫米拱柱 护叶间大于等于127毫米拱柱 5.如何进行家庭血压监测 1.选择合适的血压剂 目前主要推荐上币是橙色的电子血压剂 净准确性和重复性较好 测量方法应于掌握 是家庭血压测量的优先推荐 万事血压剂测量血压时无需暴露上币 在寒冷地吃或脱衣服不方便者 残疾人使用较方便 但其使用方法比较复杂 不同血压剂之间差别较大 一般情况下不推荐 手指式血压剂测量结果 与上币血压之间有较大差别 而且便宜较大 不建议使用手指式血压剂 由于才是水银血压剂需要专门训练 而且总是一种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 因此不建议使用任何形式的拱柱血压剂 进行家庭血压监测 血压剂应该选用经过纯微机构标准化验证的 并需要对血压剂进行定期校准 每年至少一次 二、如何测量 如何采用上币式血压剂 进行家庭血压监测 测量血压的一般条件和方法 预诊是测量血压时大致相似 在有靠背的椅子上 做了休息至少五分钟后 开始测量血压 体重者也可采取卧位测量 三、频率次数与时间天数 目前欧洲高血压学会家庭血压监测指南建议 应该就整前连续测量至少三比 最好七比 每日早 满个测量血压两次 间隔一到两分钟 美国心脏协会家庭血压监测指南建议 应连续测量七比 每日早 满个测量血压二到三次 间隔一分钟 日本高血压学会家庭血压监测指南 日本则认为家庭血压监测的优势 供医生参考 不判断标准 我国家庭血压监测专家共识 建议家庭血压大于 等于135-85毫米共注时 可以吹走高血压 130-85毫米共注时为正常血压 家庭血压监测的优点 城市间多点的测量 能更全面反应患者的血压状态 有助于发现百大一高血压 可以逆性高血压 而且经济省钱 更重要的是让患者 积极参与血压管理 有助于提高患者 对高血压的重视程度 提高医疗与从性 主要缺点是不能确保测量 获得血压值的准确性 部分患者紧张焦虑 其心理状态会影响血压测量结果 导致血压越测越高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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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